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冬明想课堂 我们注意看评论区啊 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啊 一定会招骂 就是又有很多喷子 但我还是必须要录这些实话 其实呢 真相往往就是很刺耳 人们刻在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 会让你听不得今天的内容 就是修行好的人 提升快的人 是不是就很包容 就一定会有慈悲的 那种对他人的各种困境 各种这个毛病 各种对自己的伤害的包容 我们说这也是很多人 私信给我内容最多的 孔子在论语里面说了 弟子问他 你这一生当中 你这么厉害 你这么智慧 你告诉我 你用一句话 或者这个一个字 来告诉我 你到底他的精髓在哪里 你告诉我呗 然后孔子说了 这更加印证了我们很多自以为最高智慧的禅宗 这个出家的这个道家的这些修行者们呢 都把它奉作这个什么 最高的真理 就是说宽恕别人吗 宽恕别人吗 宽恕别人才能才叫这个修了 无论你是佛 无论你是佛 道啊还是这个儒家 他都是以最高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什么叫所智障呢 就是你执着于认知 你掌握的那些啊 什么科学原理啊 知识体系啊 和你的经验 和你认为你读懂了的那圣典里面的 你的认知 不是人家的认知 如是道三家 不约儿童都都讲过 这个啊就是方向 那么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真正的修好的人 对于他人的伤害 对于啊这个别人 对你的那个各种言行 是宽容吗 错 越修好的人越快意恩仇 这四个字打在屏幕上 啊我就勾手打就可以了 你们自己脑骨 快意恩仇 才是最高级的修行者们 呈现的状态 而自我控制下的 不是自我控制 说我修好了 我我你看我现在 一脸的慈祥 啊这个 你的慈祥是一脸的嘴子吧 他怎么可能是 就是你啊 呃 词祥到别人啊 对你恶言恶语 啊 对你百般侮辱 对你不尊敬 还伤害你 还骗你钱 你能够 无动于衷 还喜悦 有人说老师不对啊 你教那个冥想音频练的时候 不就是别人骗了我 别人欺负我了 这个我怎么怎么样 我练完以后我就喜悦了 还感恩 你这是头脑的理解 就为什么说讲起来 真的是岔之毫里 谬以千里呢 在悟性 细听我跟你解释 千万这里要错了 那你就跟我 我就在造业 你就练错了 那都不是我造业 那是你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你根本就是 这个蜻蜓点水 根本就对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痛苦不在乎 要不然你不会那么 简单的说老师 你说的对 我听明白了 转身就 就玩去了 这个修行 这里面的东西 你没有强烈的渴望度 就想追究真相 你真的是 你还不如不修 因为你修错了 你自己害自己 那么我们说 言归正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可以用那个 《道德经》最后那一章的 那个 那 倒数第二章吧 那句话来解释 就是 修好了的人 最后呈现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呢 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 对吧 我们那个 你不懂 他也听过这句话 但是你以为说 这老子 理想国的状态 他那个 未来怎么怎么样 其实他在说 修行者 最后 不是最后 你修到那位置 他一定是这样 你年轻人 修到那位置 他就这样 不是你到最后 而是 你啥时候提到那 你就会呈现这样的 什么叫老死不相往来 就是你 跟我好 我也不跟你来往 那么 来往的意思就是 礼尚往来 互通音讯 热热乎乎 就这种 那么你要不跟我好 那竟然说 你要伤害我呢 你要是一个 那个这个恶徒 是一个根本就 没有素养的人 那你要是 他你能 你能理他吗 就是你最好的 共振的朋友 你都不会 有这种 就是行动啊 等等那些 麻烦人的来往 我做的是 往来 鸡犬不 支声相闻的意思 就像我们互联网 像我和你们 大家在一起 这样沟通 这就叫鸡犬之声相闻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和全世界 爱他 连接 我们可以在喜悦当中 就像近在咫尺一样 我们读老子 读庄子 都是这个感觉 那你跟老子用着握手嘛 对吗 我现在正在这个 撰写一本书叫 我是庄子 这本书 就是说我们成为逍遥的那种生活 你 别人给你一斗米 你就会有负担 你就想回报 这就叫往来嘛 我们不会这样的 修行高的人 你君子之交 淡入水 这是对的吗 谁会整那些 没有用的 你买个车 然后开车 去跟朋友会合 然后去自驾游 大自然的美是好 但是你可以顺便自己去玩 跟朋友在一起 也是耽误你的时间 这俗人是听不明白的 所以他在下面喷 你就拉倒吧 你这叫孤僻等等 这是你们的事 你们那个听不明白的 你就别跟里头乱惨 也别做我粉丝 跟咱们不搭界 我们说 为什么老子说 鸡犬之声 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小瓜寡民 就是因为 他告诉你了 我刚才说的 如果好朋友 像中子 这个中子妻 于伯雅 他们都在一曲之后 各自 就是分开 就没有知音 那种和谐共鸣 我们通过网络也可以 为什么限制当中 你要去做呢 就是好朋友 最好的知音 都没有必要 整那些俗事 因为大家喜悦到 可以自安天命 不需要友情 爱情 这些东西 添补你的空虚 我说的是 添补你的空虚的 那些需要 不是你 啥都不要了 这是无情 家都不要了 不是这个概念 那么 我们说仇人呢 我们说老师 你不说仇人 就是恩人吗 我们做完冥想 以后就会喜悦 那是在潜意识里 在帮助你 置换你的大脑 神经连接 重新连接 这是一个虚拟的 重塑的场景 让你不知不觉的 不会和他一般见识 你不会跟他 真正的生气 就是他已经离你是 在另一个世界了 做完冥想以后 他还是坏人 不是说你做完冥想以后 你是圣人了 然后你就包容他 说你那啥 你看你 你帮助我了 我信 他就是欺骗你了 你别把冥想的东西 当成现实来对待 所以很多学佛的人 或者学那个 这个什么基督 什么这个那个的 他就